王冠熊 你好 从香港回来了 对 回来了 回来过年 回来过年 现在家里还有哪些人 父母亲 兄弟姐妹 亲戚 反正过年了嘛 亲戚朋友都来了 就是该有的都有了 对 我一直非常遗憾 我们没有机会能够合作拍过电影 对 可是我记得 对 我没有照过照片 三年多以前了 有三年了 有 这时间过得真快 好久了 不过我记得你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对 上次我对你的印象还是 怎么样 小孩子一样 没想到三年 三年来这时间 对你的改变是很大的 我觉得说 外表虽然说 不是五官的改变 而是说整个神韵的改变 眼神 他说话感 让人的感觉 好像已经 真是成熟了很多 真的 谢谢 我以前都不注意你戴过戒指 以前啊 你没注意嘛 这样子啊 这戒指很漂亮啊 这个是啊 哪里买的 香港买的 你看不但戒指漂亮 手也漂亮 你要不要坐过来点 这样就会不舒服 这样子啊 对 你喜欢拍什么样电影 我以前独播拍的都是文艺爱情片 前阵子在香港拍了一部喜剧片 你喜欢港式喜剧还是喜欢文艺片 我觉得各有好处 就是都可以学到拍戏的经验 那我觉得喜剧片呢 通常表情啊 比较会夸张一点 你看坐近了我才感觉到啊 嗯 你眼睛 你是装自己画的 对我自己画的 你眼睛画的真好 非常好 真的谢谢 这头发呢也是 我见你头发发型没有什么改变 就长长短短啊 对 不过好像很适合你 这样子啊 谢谢 你这口红的颜色特别好啊 口红色 好像还有点香味的样子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了好久了 你是做的 来了好久也不出身 你知道 你好你好你好 你知道其实我刚请他过来 没有任何意义啊 只是说想留一个位置 请你坐我们三个好谈话 我看不必了 三个人坐这边太挤 我坐过来一天 哈哈哈哈 哎我记得 我们虽然没有合作过 可是有一次我们 你跟秦翰 还留得还跟我啊 对对对 我们写三谱饭店 照了一张照片 对对对 我还登在报纸上 我所有的朋友都 朋友都认为 那四个人中间最帅的就是你 哪里不敢不敢 那时候你还留了很多胡子 哎对你胡子呢 哦我的胡子啊 最近刚刚刮掉 它的刮掉有典故的 哦刮胡子还需要典故 最近政府不是有一种行动 我是配合政府这个行动 扫黑行动 我把我这一部分的黑扫掉 可是好像还去不是很彻底啊 哎那报纸前几天登呢 好像过了年你跟秦翰拍一部血迹 啊是的 这个这个体材啊 类似像第一滴血这一种啊 非常男性化啊 男性化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啊 嗯 剧本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二 过完年就会开动 准备在哪里拍 大概在台湾的山区吧 山区哇 深入不毛之地啊 对对 那克服万难哦 我预祝你能成功啊 谢谢谢谢 对你们两个合作很多戏了啊 对啊 非常熟的朋友 经常在报上杂志上看到 那这样你对她的了解是 应该是比我多 在你眼中认为啊 你所认识的吕修林是什么样子的女孩子 一般的野民啊 对于她的印象好像说 她是一个很乖巧的一个女孩子啊 其实也蛮乖巧的 感觉上依赖心蛮重的啊 其实她是很乖巧啊 那么据我的了解 她是也是蛮独立的 有很多事情嘛 她自己都能做决定 也处理得很好 谢谢谢谢 真的吗 我妈都没决定 就是说除了不独立的时候都很独立 除了不乖巧的时候都很乖巧 又漂亮 也很温柔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小调皮 哦那真是非常可爱啊 十全十美了 哪里哪里哪里 真是讲得太好了 真的讲得太好了 令我不太敢相信 我也不敢相信 有这么完美的女孩子 那你认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她 她平常比较沉默寡言一点 对 我第一眼我记得我第一眼看到她 我觉得这人好像那种凶神恶煞 你知道 又看起来 又胡子啊 全部都黑黑的 你知道 结果就被你言中了 对 因为跟她相处以后 我觉得她这人 不太 不太爱讲话 可是该讲的时候还是会讲了 她刚刚讲的 该讲的很好 会讲比较适当的话 这就是她的好处 我刚看你进来的时候 抱了一个 抱了一个乐器盒 你是不是带你的吉他来表演 那是我的琵琶 琵琶是很古老的乐器 对 我说了不怕你笑 我还没有看过琵琶是什么样子 真的啊 待会可以给你看 你为什么会选这么古老的乐器来学 因为我从小就学音乐 我是先学钢琴 那我从幼稚园开始 我就念了音乐班 后来是因为 钢琴是西乐嘛 那我想再学一样国乐 那琵琶呢 算国乐当中比较难的 那而且那时候比较少人学 所以我就对她产生很大的兴趣 就学了 有多久了 学了十年了 十年 那一定造诣相当的深 那你是为 你待会为我们先表演钢琴呢 还是表演琵琶 先表演钢琴再表演琵琶 好不好 好 那当然好 求之不得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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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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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是 李宗盛